老婆婆之间为什么有长达这么久的矛盾呢 而这个骤人去世的老人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前段时间一个名叫刘玉春的阿姨给我们打来电话 是为一个叫贾碧华的女人 在她的老公过世后要卖掉她老公的房子 你说有这样的女人吗 她霸占我老公和我儿子十几年了 现在呢还有她爸样子给害死 现在你说她要把房子卖了 我就因为这个我现在来北京了 我租个房子我就看着她 我看她到底怎么把我这房子卖了 贾碧华真的如刘玉春诉说的 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们通过电话在征得贾碧华的同意后 双方答应做一次场外交警 这不是你做的地方 这是我儿子呀 你怎么找不来呀 老头再注意你 你怎么不敢在这坐来呀 妈在这里我现在都不敢 我不愿意看你这个验尽 就从这个我告诉你 这房子我必须卖了 我恰恰做了都不行 做臭的你没了 你想你没了 你想卖 门都没有 告诉你 两人见面后又再次起了冲突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们了解到 丈夫儿子和房子是他们争夺的焦点 而这个矛盾也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为了这个 三年前 刘玉春还专门从沈阳搬到北京 租住在贾碧华家附近 目的就是不让贾碧华好过 那么刘玉春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呢 原来刘玉春和贾碧华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男人赵宝贵的前后两任妻子 十多年来 两个女人因为各种原因一直纠缠不清 今年春节过后 赵宝贵突然去世后 因为贾碧华卖房子的事情 使得他和刘玉春的矛盾再次升级 贾碧华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要卖掉房子 都是因为刘玉春不遵守协议在先 如果说不让我卖这房子 那就耗吧 是不是我年轻 对不对 那我就不怕 我耗死他 贾碧华的态度非常坚确 刘玉春也丝毫不让步 他爸在我儿子和老公这么多年了 现在我还让他得逞 门都没有 我喝手老命我也得跟他拼 刚才的短片中 相信大家都看到两位阿姨争吵得十分的激烈 好像看起来他们都是在为了这套房子而争吵 但是事实上他们又到底在争什么呢 今天这两位也资源来到了我们复合天使的节目现场 现在我们欢迎两位上场 来有请刘婆婆 贾婆婆 欢迎两位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刘阿姨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想要回我的儿子 然后还要回我儿子 他爸给我儿子留下的房子 那贾阿姨您呢 儿子他要的要不走 不是他说了算 房子我必须得给卖了 我的儿子 对不对 没有资格不给我 我现在想到这边来 我就是想这意思 让大家看一看 说实在我们很好的一个婚姻 让他给缴成这样 他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 儿子是我生的 一点都不正常 儿子是我生的 怎么能是我缴我你呢 来 两位 如果说今天是来调解的 希望两位能够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 好吗 你们这样吵了吵去 大家都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来了解情况 先问一下刘阿姨 您说贾阿姨要买您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是他的房子呀 房子是我儿子 他爸留给我儿子的 现在他把我儿子他爸害死了 害死之后 现在呢 又发炸我儿子 我想要我儿子 谁害死了 是你自己害死了 知道不知道啊 我们首先来聊一下房子 来 贾阿姨您冷静一下 先请坐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是我儿子 他爸说是我儿子的 你老伴留给你儿子的 对 这个房产证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知道吗 不好说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今天很明白 我不知道 好 房子的事情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现在把人物关系先弄清楚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 我是孩子他吗 我跟他没关系 我是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我带着我老公带来的儿子 嗯 我们一起生活很平静 他就没少了导 所以他是您老公的前妻 对对对对 但是跟我没关系 我的家妻是让他破坏的 谁写你有什么证据 有啥证据就是你破坏的 好 你刚刚说是贾阿姨破坏 我先问您 您跟您前夫离婚了没有 离婚了 离婚了 你们离婚的时候 您前夫给您提出来的是什么要求 为什么要跟您离婚 他没提什么要求 他就是说在 我们原来在沈阳来的 在沈阳之后 他工作掉到北京来了 掉到北京来了之后 逐渐的他对我感情就疏远了 我也知道 他肯定在这块又有别人了 如果没有别人 他不可能那儿对我 所以您和您前夫离婚 有多少年了 您 十五年 十五年 那我问一下贾阿姨 您跟您先生结婚多少年了 十三年 十三年 对 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 你们离婚十五年 贾阿姨跟您前夫 在一起结婚十三年 所以这中间是有两年的时间差的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保证不了 现在这社会 谁知道他啥样了 他事先就是在北京 他俩勾搭的话 我也不知道啊 如果他不来北京的话 不可能跟我离婚 你先离婚的 别在这儿 先离婚 没有原因他不会离婚的 那我问一下贾阿姨 当初您跟您丈夫 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们那个 在那个 工作单位 两家离得很近 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这时候呢 我经常看见我老公呢 带着这个 他带着他的小儿子 在食堂里去打饭 然后他呢 人心特别好 他老给孩子呢 买那个好菜 他自己买个次的菜吃 然后呢 孩子也特乖 见了我老跟我说 阿姨呀阿姨呀 我觉得挺好玩的 每次我就去逗逗他玩 然后有的时候呢 天天都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然后我一打听呢 人家是离婚了 我想这个男人带孩子 总会是不方便 我又是单身 刚没有搞对象嘛 然后呢 我就喜欢他儿子 有时候过节了 带着我妈妈家 带孩子吃点饭呀 什么的 过节 都有孩子买个小礼物 什么的 然后呢 他也挺感谢我的 完了我们在一起 相处时间长了 有感情了 我们就结婚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阿姨 老公工作好 在生活人心 对我儿子好 所以阿姨 您刚才说 在食堂里面看到 您丈夫带着小孩 那个时候 您打听到的情况 他已经离婚了 还是说那个时候 他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对对对对 阿姨我问问你 离婚的时候 您跟您前夫的一些 问题都解决了没有 像经济上啊 孩子的抚养权啊 这些问题解决 清楚了吗 你没想解决的 当时我离婚的时候 我就想啊 我就答应他离婚 但是我把孩子 我就给他 我就想让他有个累赘 我心情 哪个女人能说 愿意侍候你孩子 对不对 我就这样想的 这样的事 你没人去侍候孩子 没人接着孩子 他不就又回来了吗 当时他把沈阳的房子 他给我了 我也想将来的 他还会回到我身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如果按照两位阿姨 目前告诉我的情况 那我觉得问题是这样 就是您的丈夫 要跟您离婚 然后把沈阳的房子 留给您了 然后他带着儿子 去上了北京 他带着儿子 到北京工作之后 在工作单位 遇到了新代的这位贾阿姨 然后他们在一起 生活了这后面的十几年 所以 这个 他们之间的家庭 按理说 应该跟您在法律上 没有什么关系了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孩子是我的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我的孩子 我生的孩子 怎么能没关系 但是您怎么会说 是贾阿姨霸占您儿子呢 因为你把孩子给了 他父亲 他父亲又重新 组建了一个家庭 孩子是我生的 他不叫爸大人们 我去看孩子 他也不要 他就是跟我老公就说 原来的老公就说 说这个到那 打电话也不接 也不要接 我去看孩子也不要 总是这样的事 说句心里话 我这十多年也不容易 我那孩子 他也不是不知道 我那孩子 我十七八十 我生的孩子 我当时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差点没起来 贾阿姨 孩子现在多大了 三十了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这样 如果孩子才三岁 他不让您去看 这孩子也没有办法 没有自主能力去找您 那我们都能理解 孩子已经三十岁了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他们怎么还能阻止 你不去看他呢 他就想霸占我儿子 他不想要我儿子 他就是为了想 当时我儿子要到我跟前 谁养活他呀 他现在老婆你知道吗 他把我老公都害死了 他怎么不来呀 害死我老公之后 现在又想霸占我儿子 不想要我儿子 那这样你总是口口声声的说 贾阿姨霸占您儿子 你觉得贾阿姨这么多年来 把您儿子照顾的好不好 我儿子上大型 我儿子上大型了 什么不好啊 不好 对不对 那我儿子是什么样 开朗了 就是不好 开朗了 那一天活泼可爱的样子 到他手之后 开朗不了 说不出道不明的 什么事儿就说不出道不明的 整个我都没有办法了 说不出道不明的 好那阿姨 这就是他后妈培养的结果 好 阿姨您现在讲的这些种种 您是不是就 在我理解 您是不是就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儿子现在能搬回去 沈阳跟您一起住啊 搬不搬回沈阳 无所谓 但是必须孩子要跟我过 在我身边 对 那刘阿姨我问问您 后来我们都知道 您跟前夫离婚了之后 您前夫有了新的家庭 那您这么多年 组建家庭了没有 没有啊 一直单身 对我一直单身 就跟他想要 就你有人要 我没有人要 你把我的家庭破坏了 我就不要他消掉 所以说我就 应该我不早 我拼我也就跟他拼 我耗我也耗他 我就没事我就折腾他 我要你过吗 不要你过好 你破坏我家庭 我也不要你消掉 好 所以您这么多年 都为了报复他 所以一直单身 对我就是想报复他 我们刚刚在短片中看到 您还专门租了个房子 在他们家附近住是吗 对 贾阿姨我问问 刘阿姨把家搬到北京 在住你们家隔壁 他都在平常会做一些什么吗 经常是这样 你说他要带儿媳婦出去吧 买东西什么之类的 你说你不可以明天 咱让我上班的时候 你去约他吗 他不 他夜里十二点 我什么时候想 要不然他就站在楼底下 这是我的自由 喊 叫他儿子 他在楼底下喊 你说十二点多了 邻居都到我们家提意见 说你们家的这楼底叫 这是什么人呢 说心里话 我们都有身份啊 老游也很有身份 你说人家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天下楼底上的儿子 弄得我太没面子了 我跟你说 孩子有时候也是特受伤害 真的 这个阿姨这么闹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解决呀 对不对 说心里话 你说他这样吧 他其实是 趁着我老公出事了以后 他以前根本不敢 这么到桌面上来闹 也就是打个电话 楼底喊两嗓子 是不是 怎么说也有 这个老公照顾着我呢 这老伴让他给气死了 您先生 谁气死 也死到你手了 我没说 妈妹的问一下 您先生大概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就今年春节 每年呢 他都闹节 一到节 他就发疯 他就闹 今年呢 就是我一般情况下呢 我不是说特别死了白脸的 说初一 大家都是团圆 春节嘛 团圆 三十个初一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在家里头过啊 他就闹闹闹去吧 反正我们过了 就骚扰电话 把电话掐了 现摘了 今年呢 他闹出圈去了 他今年非要让孩子们到 他那个出租房 带着老头到出租房过去 让我一个人在家 你说我能干吗 再说了 我老伴也不干呢 是吧 我们生活是一家人 我们是合法的夫妻 他能这么对我们 对他儿子那么好 所以呢 他就一口气气上来 当时就心脏就不太好 然后呢 就有点犯病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一年也没过好 就让他给搅和的 你知道吗 过了年以后呢 就带他上医院去住院 然后就没出来 就在医院去住 说得多好听 我搅和的都没准 是那个药子里 我都怀疑 医院呀 我也没在场 你知道吗 你有点文化没有啊 我没文化 对不对 我能到医院里的药子吗 当医院里就看了 没准就是你给药子 是不是 你就是为了 你就是为了药子 你就是为了 你就是为了 你成为她的家 真没意 两个阿姨一上场就火力全开 看得出来 这样的争吵 已经是经年累月 很难想象 他们的生活 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多年的恩怨 在赵宝贵去世后 目前两人的争夺 看来集中在一个儿子 和一套房子上 我来问一下 那贾阿姨您觉得 如果爱您所说 这么多年来 她也都没有来看过儿子 是吧 现在老伴一去世 她就过来要 儿子要房子 您觉得她目的是什么 她很想得很清楚 她就比她是孩子 生母的身份啊 另外呢 孩子对她也有一定的感情 她想利用这个呢 趁着我老伴死了 把我扫地出门 她又要儿子 又要房子 你就该让我孤苦灵灵的 流流到社会上去 我告诉你 你想都不想 我告诉你 我儿子有良心的 她可以认识我的养育 我跟你说吧 你自己应该自己 已经出现 现在弄了我儿子 说实在的 让他给挤着的 孩子现在都离家出走了 好几天我都没见着面 打电话也不接 而且媳妇也闹着 要跟儿子离婚 你说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我没办法的前提下 我想那我得 作为我养育他 我亲头我儿子 我说实在不行 我把房子卖了吧 对不对 我把房子卖了以后呢 我哪怕拿一点钱 我到一边去养牢 去让着他们 让他们折腾去 是吧 我不能逼出我儿子 逼出我儿媳妇啊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 对于目前你们家庭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你刚才说了 最为难的可能是儿子 对对对 因为等于她是有两个妈妈 对对对 一个生了她 一个养了她 对对对 您儿子对这个事 现在怎么看 我实际上去想 我还是心疼儿子 我想呢 就说 我没有生他 没有生于他 我确实觉得很 心里很难受 现在的老伴没了 以前有老伴哭着我 现在老伴没了 他对他妈妈呢 生母又有感情 咱们也没办法 我听儿子的 儿子要跟他过去 我就搬走呗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说 我养育他这么多年 到老了以后 我连个养老送中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 我也不能住在大街上去 我就把房子卖掉吧 其实我不愿意卖这个房子 但是没办法 你看他这样咄咄逼人 等我怎么活呀 是不是谁来照过 谁护着我呀 我逼你吗 刚才贾阿姨的等命中 跟我们提到过 他跟老伴之间 其实是有一份协议的 到底这份所谓的协议 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请我们的助理调解员 拿来给我们宣读一下 来有请 协议书 经由赵宝贵 刘玉春 贾碧华 赵勇协定 第一 刘玉春不得再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叫赵勇与他同住 第二 赵勇向警赵宝贵 贾碧华 至其中老 百年之后 其房价 其名价房产 全部归赵勇所有 听了 第三 赵勇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照顾刘玉春 协议人 赵宝贵 刘玉春 贾碧华 赵勇 2011年2月16日 好 谢谢 协议说的吧 是留给我儿子的 必要的时候他照顾我 按协议来 你没资料卖房子 你有啥资料卖房子 是我的儿子 把我养老送中以后 这个房子归我的儿子 一天缴和的 这个家庭都不得安打 你那么大岁数了 还能养你吗 你那么大岁数了 对不对啊 给我养老送中 你听明白了 什么时候你就来闹 早点吧你 原来刘玉春和贾碧华两人矛盾升起的最大原因 是出在这份一年前签订的协议上 那么针对这份协议 我们的调解又该如何进行呢 其实我想是这样 就是看起来真的很激烈 但是呢两个母亲 有一个诉求 就是儿子 对于儿子的诉求 实际上是什么呢 也都说出来了 养老送中 人老了老了 很多时候对于亲情 对于安全感 就尤其的需要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最为难的是这个儿子 一方面是十几年的养育之间的这个 虽然是继母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的经历和经验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又是自己生身的母亲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是母亲的话 我们是不是首先体谅儿子的心 咱们替儿子留条路好不好 儿子有路 母亲就幸福 我要卖掉房子 就是也就是这样吧 我退出 我让我儿子不为的 他逼着不让我 骚扰不让我 就卖这房子 你以为我愿意卖这房子吗 两位阿姨啊 给我们说说啊 因为两人这个恩怨 从老公的身上 现在又纠缠到儿子身上 这十多年 按照两位阿姨的说法 谁也没好过过 两位阿姨都苦 可是这苦的根源在什么呢 在于说老公只有一个 儿子只有一个 现在又纏着在房子上了 那六阿姨我要说啊 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就当年跟老公婚离了 但是感情未离 当年您那个决定就是错的 您现在这样一个斗法 恐怕又是陪了儿子 可能还得陪上房子 你可能就重蹈 你当年的后辙了 你明白不阿姨 然后呢 我再跟您说啊 您一讲 说以前您离婚这个事项 就把所有的恩怨 都怨在假阿姨的身上 据我看您这个性格 这个事情 据我们外人看来 可能和假阿姨的关系 不是太大 好 谢谢两位手机调解员 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大众调解团的各位老师 有什么好的意见 毕老师 假阿姨我想问一下 房子是什么时候 是买的吗 是单位分的房子 单位分的 后来我们又买了 那么这个房子 是你们结婚以后 多少年买的 就是他们单位 发的分的房子 然后呢 就是我们结婚 以前是租房子嘛 单位分了房子 我们就搬进去了 现在这个房子 产生证是谁的名 是我们两个人的名 登记就是你们两个人名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怕我将来 没有孩子受委屈 刘阿姨 就当时您和这个 您先生 没离婚的时候 有这个房吗 没有 没有这个房是吧 好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 刚才贾阿姨 谈到刘阿姨的一些行为 包括半夜打电话 当时刘阿姨说 那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想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看到 刘阿姨对孩子的 关心和爱 我心里难受啊 他一直就是 在他身边活着 我自己生的儿子 一直在他身边 他们高高兴兴地 过这么多年 我这么多年咋过来的 我心里难受 我半夜 我心里难受 我冒险 我就想给我儿子 把电话 刘阿姨 您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但是您儿子 也有他自己的感受啊 他现在是被你们 树立在中间 这边是生他的恩情 那边是养他的恩情 你让他怎么去做抉择呢 如果换的是您 您怎么来做抉择呢 这都是割舍不掉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场上看到 两个女人不是争儿子 也不是争皇子 你们俩争的什么 是一口气 贾女士 我站在留女士这一方 我要说你 正是你的沾沾自喜 导致了她今天这么折腾你 就是因为这个表现 才导致她为什么 这么去报复你 她折腾你这么多年 她就是为了报复你 为了她 我就得牺牲我的家吗 你在她面前 咱能表现得 稍微的低调点吗 这个女人其实蛮可怜的 其实啊 根据几位老师的分析 我们知道 两位阿姨在抢夺房子的背后 其实可能更多的是 想来抢夺儿子的爱 那么关于两位阿姨口中的 这个左右为难的儿子 她到底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继续为我们做的进步调整 作为两个女人争夺的焦点 儿子赵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两位母亲 现在提出的要求 其次孙静又因为受不了 两位婆婆长期的争吵 也提出了离婚 在众多难题面前 赵勇选择了逃避 在和赵勇取得联系之前 我们先联系到了媳妇孙静 我从进了这个家门 就一天星星的日子我都没过过 就是这样的日子 以后的这么几十年 让我怎么去过呀 怎么去生活呀 孙静告诉我们 她和赵勇结婚才三年 但她觉得两个婆婆的争斗 已经把她和赵勇的感情 几乎消耗殆尽 孙静告诉我们 上次前婆婆送给她一件衣服 被后婆婆知道后 不但把衣服剪碎 还数落了自己好几天 这些鸡毛蒜皮的纠缠和吵闹 让她一想起就喘不过戏来 就是对于两个婆婆 我就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就怕哪个婆婆去跳我的理 我总是小心地小心地去说 孙静说 其实在三年前的订婚宴上 她就见识了两位婆婆的厉害 两人会因为谁多给自己加一次菜 多说一句话较劲 甚至还大打出手 赵勇只好带着孙静先行离开 订婚宴不欢而散 两人的婚后生活 也受到了严重干扰 从当初一开始 见到这个家里面来 我就知道矛盾很多 但是我没撑想 她当初承诺我的话 她做不到 她说她会从中间 去调解这个矛盾 孙静告诉我们 现在那个家不像家 像战场 这面是生我养我的妈妈 我们说这面 这个妈妈也很不容易 从我十多岁 你说我这个妈妈 一直带着我 一直带我十如己出 我们说你让我 从中间你让我怎么办 其实她说完这样的话 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你说那我呢 我夹在两婆婆中间 我不为难吗 尤其是老公 当婆媳之间 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不站出来解决问题 她选择逃避 那你说这个儿媳婦 又该怎么去做呢 两位婆婆的争吵 已经影响到了 儿子儿媳的感情 孙静提出 如果不能好好解决 两位婆婆的矛盾 她就只能和丈夫 照有离婚 今天我们也特地找到了 孙静 希望她能够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来 好好把这个问题 来解决一下 我们现在掌声 有请孙静 来 有请 两个婆婆之间 无休止的争吵 无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儿子和儿媳婦的 夫妻感情 那今天我们也特地 找到了孙静 希望她能够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来 好好把这个问题 来解决一下 我们现在掌声 有请孙静 来 有请 你好 孙静 来这边请 孙静今天也来到 我们节目现场了 我想问问你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 只希望能通过这个栏目 能让我的两位婆婆 不再争吵了 能让我和我的老公 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希望婆婆不要再争吵 对 你平常跟这两个婆婆相处 都什么感觉 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跟一个婆婆就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我是面对两位婆婆呢 那你平常都怎么 分别称呼这两个婆婆呢 我称呼我的北京的这个妈妈 就是叫妈 然后称呼这个也叫妈 你们单独在家的时候就说妈 对 跟这个妈妈单独在家也叫妈 干嘛管她叫妈呀 跟我叫啥 不叫妈叫啥 你说叫啥 超你那粗吧 不跟我叫妈叫啥 你给她起个名 他们就是这样 就算是因为一个称呼 都会吵个不听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拥有两个婆婆 我应该会感到很幸福 但是现在来讲 我看两个婆婆给我 带来的不是幸福 而是压力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不能够跟赵勇继续生活下去 你跟丈夫结婚之后有没有小孩 有 那你们的孩子平常是交给哪个婆婆带呢 我们的孩子是请保姆来带 请保姆带 对 有两个妈还是要请保姆带 对 我给带孩子她净事 我给孩子买奶粉了 在家那边烧着 这都垃圾食品 大家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头 你说哪有这样的 那奶粉呢 还有什么垃圾奶粉呢 那我们还能吃什么垃圾食品 我们说什么叫保费孙子 是不是我们都是有定义化的 全买进口的外国能玩就好啊 那当然我们中国人爱玩玩的 你买的东西就你的垃圾箱 我就是一个孙子 我什么玩的都不要啊 因为我抱着这种东西人样不全的烤 就打的事都多了呢 我就觉得现在我夹在中间真的很为难 我和孙子有什么错啊 我听说平常这种激烈的争吵 是几乎每天都会有 对 而且我还听说你们还抱过警 对 就在有一天孩子也没有去幼园 在家待着 然后我这个北京的妈妈 就出去推着小车 推着孩子在院子里面 在那儿入二 我们家毕竟住的是一楼嘛 就趁我这个北京的妈妈进屋 说的天凉了 给孩子拿一件衣服吧 就这么一会儿的空落 让我这个梁京的妈妈 就把孩子给抱跑了 我们都以为丢了呢 那他不能把孩子抱屋上 那万一要别人给孩子抱跑了呢 然后抱跑了之后呢 完了我们当时就特别害怕 说孩子呢 然后当时我们就报警了 拐卖儿童人多着呢 然后警察来了通过探头才知道 我就要笑一笑 让这个梁京的佛婆给抱走了 你要人拐卖走了呢 我抱走了那是 那要叫别人抱走了 没准让你拐卖 你的责任就大了 好好好 其实我突然发现 这个儿媳妇自从上场以来 本来这个场上很严肃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有点好笑啊 这个两个妈妈 能够当这个儿媳妇 是个透明人一样 继续地争吵 儿媳妇呢 也挺棒的 两个妈妈在争吵的时候 她完全当听不见 然后继续说自己的诉求 所以我就在想 可能真的是生活中 你已经司空见惯 这样的景象了 对 太多了 那当平时这些矛盾 在发生的时候 您丈夫通常都怎么做呢 比如说在客厅吵架吧 她会选择去卧室 自己一个人消极地在那儿 听着我们去吵 都不会说是出面 给我们解决什么 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可能要问一个 让你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这两个婆婆 你从你自己个人感情角度出发 你跟谁的感情会深厚一点 我现在我只能说 面对两位婆婆 我没法说出来 两个婆婆哪个好 因为两个婆婆都很不容易 我这个北京的妈妈 自从 自从我公公领着我的老公 进到这个家之后 我北京的这个妈妈 没再生孩子 一直带我的老公 事如己出 我非常感谢她 但是 人都要有良心 如果没有我良心的妈妈 没有我老公的今天 所以说 我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你说哪个婆婆好 那两个婆婆在你的眼里 都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这个婆婆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那个婆婆大概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拿我和我老公只是当成一个工具来 就像一个工具一样 从当初一开始是抢我 抢我公公 到后来我公公不在了 然后抢我老公 然后现在又抢我的孩子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受不了了 想要跟老公离婚的呢 从我公公去世 从你公公去世 对 按理说这个时候 你更应该陪在老公的身边 去安抚他的情绪 为什么反而想要离开 当初我公公在世的时候 我梁宁的妈妈可能说 上这地方来闹 可能还有一些避讳 就是说不会像现在吵的这样凶 当我公公去世以后 她就是上这来 已经闹得比以前厉害了 然后呢 我这个北京的妈妈还谈到说 要把房子卖了 如果要是这样把房子卖了 我和老公连个家都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再跟老公在一起生活下去了 媳妇孙静上场后 当问姐两个婆婆的事情时 孙静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上一辈的恩怨 为什么要给下一辈 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呢 现在善解人意的孙静 也无法在两个婆婆的争斗中 生活下去 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那么 面对矛盾重重的这样一家人 我们的调解人 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媳妇刚才说了一句话说 两个婆婆我没法选 因为人要有良心 两个婆婆都很不容易 我就觉得做小辈的能说出这句话来 她能想到说两个老人很不容易 是不是两个老人也可以想想孩子容易吗 这个婆婆您真不怕给公安机关添麻烦 她就直接就直接把孙子抱走了 你抱走是你特放心 因为你觉得那是我儿子的儿子 那是我孙子 我抱走了还能有问题吗 您知道把她抱哪儿去了 别人不知道 换是您的话 换是您 那是警告谁呢 那是警告小区保安呢 那么小孩你跟她不抱我呢 那是警告小区保安呢 以后的小区保安的话就都得是 只要是看见谁家门口 有一个孩子 哪怕能开着 保安一点力的旁边 我就是跟她一个眼罩戴 我要那注意点 我必须得拦你一句了 你是跟她掐 你是报复她 你还是毁你儿子 从始至终你所有的气的话 都是说这个女人把我的生活毁了 我就不想让她好过 你除了不想让她好过以外 你还让谁好过吗 你把别人和我好了 你心里通过来吗 你天天让他们睡班生 叫你心里的她是吗 你半夜打完电话之后的话 你半夜打完电话之后 你老公有心脏病 最后你老公算命住了医院的话 你心里就那么美吗 他心里都没有我 他爱咋的咋的 死不死的 没有没关系 你这话说的是你儿子他爹 你在指责孩子过去 过世的父亲的时候 你想过你儿子心里怎么想的 你这些年确实没在你儿子身边 这个事实对不对 你还想在今天 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 还反复去提示他 父母当年过得不幸福 而且我多么恨你的父亲 而且我现在这个恨 包括人都死了 我还没法化你 这就是你希望给你儿子 看到的母亲的形象吗 你就想让他跟这样的母亲 不能生活吗 你就用这样一张面貌 去把儿子叫回他 叫到你身边来去 给你养老动中吗 你儿子是一个好儿子 这怎么说 你二位老人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 儿媳妇也是个善良的儿媳 不可能这样的儿子和儿媳 将来不养活你当中的任何一位 如果你说你把你儿子和儿媳妇比的 不认这个亲妈 你想一想 这个事你儿子从道义上能这么做吗 你儿子也不是这样的人 他也做不到 但是他现在咄咄逼人的 他要让我扫地出门 你要是给他见孩子的面 给他一定的空间 他就不会完全想抢占你那个窝 把你都赶走的情况 你明白吗 因为你不容他的存在 那么好吧 你不容我的存在 我要你也消失 你俩现在都是血拼 拼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儿子先没拼没 儿媳妇先拼走了 对不对 儿媳妇先拼走了 再进一步 孙子拼走了 最后儿子怎么选择 行 两个妈妈 我谁也不理了 我自己走 我实在出家当何 我媳妇没了 孩子没了 我自己家庭都没了 我还养过你们两个吗 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俩 以前的恩怨 不管有多重啊 老头都没了 恩怨到此就应该结了 儿子是共同的 你们俩想一想过 有一个小孙子 俩人共同能照我 到老了啊 你有病了 或者他有病了啊 你们俩还能互相 彼此是个慰藉 一对伤心人 实际上都是可怜的人 能可怜就转化为愤怒嘛 愤怒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希望你们俩愤怒 互相攻击 你们俩有一个 把另一个攻击没了 行 你自己快过乐 在世上生活了 就是说你们俩 把另一个逼死了 你们哪一个的儿子 能原谅你们呢 是这样吗 就你把他逼回沈阳了 你儿子也不会原谅你 就是说如果他心甘情愿的 到沈阳 你也给他们彼此一个空间 能来往 心平气和的 当这个事发生的话 我想啊 刘女士 您不至于说 想把贾女士赶出您屋子吧 您现在还有那想法吗 如果贾女士不卖房子的话 和儿子儿媳妇 好好的生活的话 那您觉得 您进入他们生活 最大的程度 您认为是什么样呢 贾女士还能容忍的话 您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让贾女士也听一听 我不敢相信她 就在相信的前提下 如果贾女士不想解决问题 今天就不会来我们现场了 在贾女士能相信的情况下 她不会这些年不要我们见面 这个善良无关 谁都想留住自己一方天地 那你要是善良的人的话 您还不能把贾女士赶出她那个屋子呢 谁不善良啊 善良都有相对目标的 都在保护自己前提下 您是不是得有一个前提 跟我们贾女士说一说 在什么情况下 你们能和平共处呢 我们总是要找出一条道 您自己要能想好的话 我们和贾女士在沟通 您什么情况下 您认为你们俩能和平相处 这些年从开始到现在 她没有一点 这一件事情 能让我能和她和平相处的 所以说我没有 没有一点 就是说 你说要我和她和平相处 那我们 你哪一点 我们反过来再问啊 我能相信你 您爱您儿子吧 您想 您爱儿子一家好吧 当然爱了 那你俩都不和平相处 你儿子一家 现在连家庭都快拆散了 你不和平相处能行吗 这个房子呢 您和您老公一儿一半 没您的啊 刘阿姨 听明白了 这房子 假以您和您老公 一人一半 有您一半的产权 有您老公一半的产权 您老公去世了 那么您和这个小赵 你们两个人都是您 老公这半财产的继承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您有这个房子四分之三的产权 小赵有四分之一的产权 刚才田老师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您不能卖 为什么您不能卖呢 这房子您不是完全的产权人 所以说 目前这个房子 您踏踏实实的得住着 您没有权利卖 您呢 对这个房子没有权利 第二个层面 您作为孩子的继母 您对孩子进了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这样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 那么孩子和您的关系 是一个养父 养母和养子您的关系 孩子将来有义务 赡养您 有义务给您养老送终 如果刘阿姨没有地方住 到了北京了 说要想到儿子那儿住一下 行不行 可以 因为这个房子 他儿子有四分之一的产权 而且呢 儿子有赡养他母亲的义务 好 谢谢毕老师 其实刚才场上 几乎每个人都聊到 这个事情的核心 有一个人物 那就是赵勇 就是这两个婆婆的儿子 也是我们这一位 现在已经被毕得离家出走的 小静的丈夫 在我们记者跟他多方的沟通之后 赵勇也觉得 今天是该到了他该面团